他的整個佈局、整個策略到底是什麼 我作為黨員我基本上都是尊重 不管是前任的主席顯智 以及現任的黨主席徐永明 他們的確 都跟我開口過 希望我能夠承諾他們列不分區 那我也跟顯智跟永明說得非常的清楚 說這不是重點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什麼?重點是 台灣要有一群 有專業能力 有理想性 而且更重要的 能夠抗拒金權政治的立法違約 進入立法院裡面 需要一支團隊 我在我的巡迴演講第二場 公平正義改變台灣那場選舉 那場演講當中我講得非常的清楚 我現在在做的事情 我希望能夠做到的事情就是 貢獻我的力量 把這樣子特質的人送到立法院裡面去 貢獻我的力量 把具有這樣特質的人送到立法院裡面去 那這個是我前一陣子為什麼我跟大家說我在展開情意之旅 其實就是在組這樣子的一個團隊 那我也很感謝 現在答應參加這個團隊的朋友 他們對我的信任 我的計畫還持續的 在進行當中 那至於說永明 他作為現在 新的黨主席 那永明對2020選舉 他的整個佈局 整個策略 到底是什麼 我作為黨員我基本上都是尊重 那但是那個是永明 他自己要尋黨內民主程序 跟決策委員會 提名小組 好好的 去討論 他們接下來2020的選戰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